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at为他而战的官方微博参与节目的互动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途牛旅游APP摇一摇 就可以摇出百元现金红包 欢迎各位 今天的开场是一个很华丽的一个开场 我们有奇妙的朋友陪伴我们 当然呢 在刚刚的过程当中 我只是一个驾车的一个马夫 在我们这个南瓜马车里面 坐着今天晚上来到现场的 一对非常重要的明星夫妻 你看 说到的时候 小马都已经开始兴奋和激动了 他们是谁呢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世界冠军 杨卫 欢迎两位 你好 好的 再次来到为他而战 上一次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第一次露脸啊 就是直接的获得了冠军 大家对于你们的呼声啊 非常的高 今天呢 算是再次的回归 有没有压力 有没有期待 另外的三组家庭 他们等待着向你们发起冲击和挑战呢 今天的压力肯定是要比上次大 因为宝冠军和夺冠军 完全是两码事情 是 因为卫冕冠军的过程是心里的 你怎么一上来就把这个卫冕 已经说出来了呢 一定会点 一定会点 期待我们期待肯定是 观众也跟我们一样 期待我们卫冕吧 我会用生命为你们喝彩的 谢谢 好的 来 有请两位去往播一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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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三对老朋友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杨瑜和杨威 再次回归魏涛战 在上一次两位来的时候呢 捍卫了这个世界冠军的荣誉 而且呢在大家齐心协力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最后把杨威和杨瑜真的是非常非常顺利的 让他们拿到了冠军 谢谢各位 对对 谢谢 我跟大家再报一个小料 就是我们的导演不是特别爱挑事吗 他们这次又去问杨威了 说 我们前面口风很紧 对啊对 就问杨威你知道吗 就说那个怎么样啊 有没有看前面两期你没来的节目啊 觉得他们表现得怎么样啊 杨威你知道吗 现在学怪了 立刻沉默了三秒钟 特别官方的说 他们都表现得很好 这时候杨威就在旁边提醒他说 你不要乱讲话 小心当然又告诉何老师 你应该没想到他真的又告诉我了吧 但是今天哪怕是器材地的杨威 也没有可施展的地方 因为今天没有器材 今天是我们为他而战的动物日 好期待啊 今天所有的项目都跟动物有关系 我先请我们四位太太 来 想想看如果要把自己的先生 比喻成一种动物 会是什么动物 什么动物好 就别说草你马就是 宝宝你觉得路易是什么动物 你觉得 他属兔 我觉得他很多性格方面 都特别像一只 小白兔 小白兔 好 王月伦是什么动物 在你心中 想想 王月伦呢 大象 大象 北极熊 好可爱 好可爱 因为大家都说我们是大白夫妇嘛 大白夫妇 然后北极熊呢 就是憨憨的 但是他们又很有耐性 在那么严寒的地方 然后他们有顽强的生命力 对 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生存的方法 哇 然后北极熊呢又很可爱 好感人啊 所有人 所有人 看了他们都会很喜欢 因为他没有攻击性 有很厚的脂肪 哈哈哈 哈哈哈 杨威是什么动物呢 乌龟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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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 翻三周后公翻的乌龟吗 哈哈哈 杨威刚才稍微有一点不开心 我看到 哈哈哈 来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也许解释完我们就 哦原来是个很美好的 是 首先说说说他的就是跟乌龟比较像 比较慢 哦 但是呢 又说他比较好的地方是 呃 持久性比较长 啊 啊 然后非常能够刻苦 就是他不是那种非常犀利嚣张的个性 但是他慢悠悠的个性 反而非常有韧度 是吗 对对对 但是说自己老公像乌龟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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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动物如脱兔静如挫脚 哎 艾达你觉得张静是什么动物在你心中 我觉得他 脸种都有 但是我也不想说他是乌龟 但是他有一点乌龟的感觉 真的是 也是比较 比较慢 对而且是比较冷静的那种 冷静 就是慢慢来 他真的骂我就是他就 那还有另外一种呢 像豹 豹子 对豹子 哇乌龟和豹子相差好远的感觉 对啊 它就灵敏啊 看得很快啊很灵敏啊 而且他如果一看到一个东西 他就抓住 然后就立即就去做 而且做得很好 哦 那么今天呢 没有听到 在第一个游戏当中会出现的动物 但是这个动物坦白来讲 它的好评度非常的高 马 哦 那其实呢 今天第一个环节非常非常的帅气 叫做骑马射箭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游戏方式 以及下奔的家庭法则请看 骑马射箭 想签了一场英姿萨爽的骑士对决吗 老公手持五箭 在直径为17米的圆形沙场 骑马奔跑 到达指定位之后 旗舰射击围栏外5米处 直径为1米的箭靶 箭靶由外道内 依此为1环到10环 六次机会 总环数达到老婆下分环数 则挑战成功 基础分为6分 每增加1分 总环数需增加1环 杨鞭策马 箭无虚发 方显英雄本色 散片回来 哇 看到我们Angela有骑马 对不对 是是是 她每个星期都会要骑马 那你和王导有 我们就在边上看 你们 你们并没有骑对不对 我们没有骑啊 你人生当中有骑过马吗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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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导有骑马吗 她是跟Angela一起骑吗 还是她也只是看 她也是在边上看 我骑啊 好 我们听一下王导 你有骑过马吗王导 骑过骑过骑过 哈哈哈哈 从小如果就骑 王导你是满足对不对 其实 对 事业里面应该有这个 骑马射箭的这种因子 你是骑过马的对不对 骑过骑过 有信心的啊 你确认吗老公 确认确认 待会儿骑马哎 好 那路易肯定骑过 我骑过 因为拍服装戏的人 都会少不了骑马 好 张静 骑得挺好的 当她每去下来就说 我很怕 我很怕 她可以 但是她不是很爱骑马 我还没 没我老婆骑得好 杨威骑马 骑木马 她OK 她说她OK 她有骑过 她有骑过 对 哇 王导好帅 她先 然后就 超帅的 你在导戏吧 我跟你说 男人对骑马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小时候 从小就是有幻想的 是 你想我们小时候 在院子里玩的时候 常常没事就 那边 能不能她骑我 在后面卸 不 卸 就是 谁负责骑 谁就负责卸 好 先生们下好分数之后 帮我按确认我 看一下你们的自信分 同时太太也可以下分了 哎呀 我看到了先生们的分数 他们都很帅的 很帅的 他们肯定都想玩 有两个人非常的保守 是乌龟跟乌龟吗 俩乌龟 乌龟跟乌龟 肯定会很冷静的 但是没有一个是六分的 都表示了一定的信心 其中有一位 真的非常有信心 他分数给的比较高 好 来 分数高的是小白兔吗 分数高的是小白兔呢 现在不能讲啊 我觉得小白兔肯定也是 我觉得小白兔的分数 一定很高 对 北极熊的分数也不会低 我觉得北极熊 是肯定最高的 因为他很想玩 没有 我觉得他每次 就要很帅的那种感觉 很帅 我老公他一定是想玩的 但是呢 因为我也会顾虑到 我跟我老公认了这么久 没见他骑过马 这是他的一项绝技之一 你非常肯定他的帅气和信心 对 但是你要冷静地分析 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当然 好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分数 泰特的分数 好 Ada下了9分 鲍磊下了12分 李香下了30分 杨云下了12分 比我帅哥还多 30分就意味着 如果在每一次 都不拖把的情况下 每一剑必须在五环以上 我是这么想的 我是想因为有六次机会 我老公只要三次 射到中心的位置 基本他就赢了 射到中心 射到中心 那不就是见鬼了 香姐以为中心位置有这么大 其实这么大 怎么 王月伦的意思是要看一下 亮一下你的分数对不对 对 好吧 我们把先生们的分数亮出来 看一下 我跟你一样 路易30分 路易30分 王月伦觉得自己可以 射到30分 这说明有机会 王月伦觉得自己可以 射到24分 就差一点点嘛 老公努力一下 现在我觉得 大白分数已经不再是弱者 这样的一个代名词 反而他们也好几次的 拿到冠军了 因为我老公跟我说过一句话 因为我一直跟我老公说 我说有的项目可能 不是你的强项 然后我老公说 你有的时候太高估计别人 而太低估计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我给老公一次信心 他下的是24分 其实也就6分之差 我相信努一把 也许王月伦能帮我们 拿回这30分 那么好 接下来鲍磊和杨云 两位请加分 请做决定 做好了之后 帮我按确认 哇 抱抱手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抱抱就是积分散 不是PK散 嗯 我知道 就是你只要 相信路易可以做到 你可以下到一个合理的分数 好了 就按确认告诉我 合理就够了 合理就够了 Ada Ada太可爱了 因为李湘又不好意思看 你知道吗 就在旁边 你这是积分散 你要下到那个 然后Ada一直拍拍 一直看着她的分数 其实抱抱 其实抱抱的分数就是 她相信路易能做到多少分 是 肯定是这样的 对 好 来 请两分 杨云没有加 而抱蕾也加到30分 错了 起码这个环节 路易和王月伦将会在 从来没有做过的情况下 在六次机会里面 要达到30环 各位 我们将会把场地移到室外 起码射箭 路易 王月伦 准备好 魏达恩账 耶 其实每一次到户外挑战的时候 总是觉得格外的惊险刺激 上一次是汽车的挑移 这一次是骑马射箭 关键是需要你们掌握在马上的平衡 快 狠 准 百步穿羊 一箭直中靶心 两个人给的分数都是30分 在六箭之内到达30分的分值 决定一下 谁先上 谁定格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好 王导决定 玩 玩一点 玩一点 第二个 第二个 好 好 有 相解的战术一般都是后发制人 好的 首先是路易 路易 请准备上马 路易现在已经上马了 非常的帅 路易 我需要告诉你 这匹马它的名字你知道吗 不知道 它的名字叫做大黄蜂 哇 你得先跟它培养一下感情 大黄蜂 因为在这关的挑战里面需要人马合一 我是擒天柱 好漂亮 这匹马 这是一匹变形马 好 再次强调 六箭之内 只要射到30环 满30环 极为挑战成功 好 还有额外的惊喜要送给你 要使你有本事 当中某一箭射中十环 将可以获得 保清上瓶时尚珠宝提供的 杰座之河 钻石戒指一对 好 射中两次两对 三次三对 好 射四个十环 我们一人一对 陆毅 做好准备了吗 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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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射箭 陆毅的挑战开始了 好 她在调整 她抬手了 哇 上马 第一环 第一剑我们找找感觉 第一剑就上马 好 第一剑上马就不错啊 好 不着急 起好了 这时候 对啊 祝你拍手 哎呀 啊 能量 一只手 一只手 现在第三只剑 第三只剑 注意 可以 住马 让她半点走 哎 第三只剑再次出马 要有信心 好 接下来还有三只剑的机会 慢一点 加油 加油加油 慢一点 三只剑要射到二十八环 没问题 上马 有 有 没有环数 没有环数 那就零环呗 这已经是第四剑了 也就意味着 这一关的挑战 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因为还有两只剑的机会 我们期待着路易 能够产生一局 非常好的成绩 路易加油 来 掌声为路易加油 努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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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环 加油 路易 加油 路易 加油 路易 你 五环 十二个钻石 最后一只剑 慢慢来 十环 慢慢来 乘着冷静 好 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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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路易 路易好样的 好样 骑马射箭 对于我们不专业的人来说 不是专业骑马 也不是专业射箭的人来说 真的是完全凭运气 所以我觉得骑马会很帅 所以我就 很主动地上了这个公司 骑马骑马 虽然 成绩不是那么的理想 但是我觉得 他的帅度真的是完全够的 确实 来 掌声送给王导 王导 王导 希望接下来 你能够挑战成功 来 掌声送给王导 王月伦 王导 王导 大马 王导 加油 我还是有点自信的 因为我以前也骑过马 第二呢就是 我之前我喜欢就是手枪 手枪射击 我一般手枪射击都很准 加油 挑战开始 加油 加油 没事 你让他 让他跑稳了 再快一圈 没事 跑稳了再射 慢一点 马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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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直线的方法 他可能还好点 因为他一直在转 王导的第二支枪 好 好 匀速 匀速 我ј速度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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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stake 好棒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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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可以的 好棒 九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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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环 八环 好努力 王老金属之间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力气是棒的了 加油 老公 不着急啊 最后是要去跳蓝剑 慢慢来 晃钟 刚刚的是六环 上把总共是三剑 第一支剑三环 第二支剑八环 第三支剑六环 总共17环 很棒啊 好 好了 好 欢迎走回来 刚才的这一轮的挑战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帅气 那虽然呢 两位最后没有完成这个三十把 但是呢他们的表现 都让很多很多的观众 包括我们这个 一直关心他们挑战成绩的 鲍磊和李湘 都觉得自己先生实在是太帅了 对不对 好 来 掌声带给他们鼓励 主要就是帅 在下面第二轮的游戏开始之前呢 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心理测试 去非洲某地的旅行途中 你造访了一个部落 而这个部落的首领 坚持让你选一个动物 带回去当作纪念品 你会选哪一种呢 猴子 狮子 蛇和长颈鹿 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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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 猴子 好 猴子 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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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一关的测试的其实是 你希望对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追求你 来爱你 选狮子的是 代表你喜欢对方直来直往 直接的告诉你他爱你 选蛇的是 代表你非常喜欢对方摇摆不定的态度 忽冷忽热 游鱼不定 你会觉得很有趣 你谁也不选蛇吧 选猴子 代表你需要对方有创造性 不会让你觉得无聊 不会让你觉得 boring 凡事他不选 王船是相反 相反 选长颈鹿的三位 杨云 香香 还有我们宝宝 代表你希望对方有耐性 对你永远不要放弃 好了 这个追求呢 其实是我们下一关的一个关键词 那么我们来听听看各位 当时对方是怎么追到你的 张继是怎么追到你的 他用一个砖头放在一边 然后用头一看 真的 很来猛的 我是用的手姐姐 所以你选猴子是选对了 你就觉得他好帅对不对 对 他最好一样东西就很喜欢跟我聊天 他很会听我说 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和沟通者 对对对 这个是 路易怎么追到你 他觉得他是靠帅追到我 但是我觉得不是 你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是靠耐心追到我的 哇 王悦伦怎么追到你的 想想 我觉得是他对我好 对我没有任何要求 然后让我跟他在一起后 能够完全做我自己 不管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 他都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 杨威是怎么追到你的 我们俩身上都有伤 练完之后我们会在一个衣物室 做治疗 有一个泡脚筒 然后我们俩就在泡脚筒认识的 那叫相知不叫认识 好 杨威你说什么 杨威你说什么 我说那叫相知不叫认识 相识是很早就相识了 相识很早相识 所以后面还有另外的浪漫史 我们有机会再聊 但是你今天不是追老婆 今天要追的是一只鹅 这个就毫无实力可言 技巧可言 体力可言 连颜值也没有用 因为它就是一只很普通的随性的鹅 我们来看一下鹅鹅鹅的游戏VCR 以及下分的嘉宁老德 来请看 鹅鹅鹅鹅 绿音场上男人们为毛较量 为鹅 长14米 宽8米的小型足球场中心 站着一只大白鹅 英雄方与联盟风代表 各自从球门底线出发 在不触碰鹅的前提下 想尽办法将其驱赶进对方球门 禁一额得一分 每轮比赛后需交换场地 购物局分高者胜出 老公施妙季感额欢乐多 反正回来 两个人感额 因为这个额确实不受控制 所以对于各位下分的话 我建议大家要慎重 依然是英雄和联盟的方式 请下分 不 输了 后边没啥玩的 这么快 李香已经非常快的确认了 您的确认了对不对 对 好 我看到你的分数了 那么快一定不是英雄 好 杨云也按了 请两分 你们怎样揍我 干嘛 刚刚这一只就这样 这都是自己的选择 你们就是设计一个信件 给我们探杀去 你下30分是为什么 你就是想玩嘛 对不对 我想他们是50 40 哦 你觉得他们不下 然后我在想 如果30的话 我就也可以跟他们一起 一家人 做联盟 对啊 我想说他们0分 但现在对 三位太太都用0分来 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那如果先生们 因为我们三个都是长颈鹿 啊 对对对对对 三个长颈鹿的老婆 这个是联盟 那猴子老婆是英雄 好 那如果先生们 没有要爆灯的人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联盟 就要派一个人出来应战了 到底是陆毅 还是王月轮 还是杨威呢 来 三位太太分析一下 月轮 我觉得王导很厉害 我已经看过那个 抓鸡的场面 已经有那个既视感了出来 就是你说抓鸡那个是不是 对 这王导在家禽界 是非常拿手的 好 王导 大家觉得王导有信心 那杨威呢 杨威上一轮没有出战呢 这一轮 再不出战 只有最后一轮就没机会了 来 杨威你说什么 我说石头 剪刀布 这跟什么都无关啊 这都 你说这个跟什么都无关 所以就是看运气来决定 是吗 好 陆毅说 陆毅说 我们刚才联盟商量的是 希望杨威出战 因为杨威和静哥 都是属于灵活型的对手 但家禽界也不出 这不跟家禽界没关系 就是 其实他除了有敢家禽 这样一个技能之外 很重要的是 还有敏捷的防守 所以他们是考虑到这一点 听先生们的吧 你同意吗 同意 你同意吗 杨威信你 好 杨威信你 今天的第一轮的挑战赛 我们的鹅鹅尘埃落定 英雄方是蔡少芬 张进 而联盟方的三组家庭 派出了杨威和张进对决 好 鹅鹅鹅 张进 杨威 做好准备 为他而战 美泽赫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劳灵 我 武林高手对抗世界冠军 其实这一次 所有的赛制 我们都一切参照足球的世界杯 同样的来进行 我们会有主裁和编才 严格的判定 你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的 每一次感恶的行动 听到口哨声的时候 两位需要停止行动 而且需要特别的强调 整个的过程当中 尽量的不要触碰 不能有明显的恶意的犯规 第一次是黄牌警告 第二次将会直接红牌警告 红牌警告过后 将会罚点鹅 来两位请准备 第一局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不过在正式开始比赛之前 我们是采用的是五打三胜制 所以双方需要用 赛丁壳的方式 先选择场地 来两位 赛丁壳 张静选择场地就这样 就这样 因为没什么区别 换一下 每一局过后 我们都会进行场地的交换 他好激动 他很心粉 做好准备 加油 第一局 好 开始了 张静得一分 笑死我了 把我给笑死了 把我给笑死了 把我給笑死了 跟 Dit no 怎么会这样啊 在世界杯当中没有想到 三秒钟就进额了 帅啊 一秒钟都没有 把我给吓得 这个有最重要的点点是什么 选边真的很重要 是 因为他就从那里出来的 所以他本能的就想往前往回跑 有这个可能 场上比奔一比零张静领先 相互之间交换场地 陆一爷这个不要体力了 这不用体力了吗 瞬间就结束了 杨威 注意防守 不要防守 好 OK 杨威冲 拦住了 有请我们的战争大寡 何老师监督场边的家属成员 好 好 感额世界杯第二局 有没有可能杨威在现在 马上扳回一额呢 开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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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哈 我去 赵哥 赵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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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求你 走上去了 家属注意 家属注意 李湘半规 请把李湘带离场边 依旧是第二局 现在 继续 一比一比 杨伟好样的 第三局请准备 交换场地 下面第三局 开始 十 防守 漂亮的防守 漂亮的防守 防守 你跟他相对防守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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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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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第一次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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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回到场地中央 好累 洛伊耶 这个不要体力了 这不要体力了吗 瞬间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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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我该太累了 好累 第三局 看那边 看那边 第三局比赛 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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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十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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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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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我给你跪了 已经给跪了 加油 非常漂亮的突破 加油 继续突破 继续突破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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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突破 继续了 2比1 掌镜 镜罗 第四局马上开始 双方交换场地 可以 OK 第四局 开始 开始 来 继续突破 加油 继续强 继续突破 我们下期再见 号ique 打boxing一样 我参加以来 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最累的 你体力和你的整个心肺功能 已经到极限了 好累 太高强度了 第五局 完了 美军 这关比赛没有想到是如此的辛苦 两位 加油 接下来的比赛 已经不是单纯身体上的对抗和比拼了 完全是属于意志力上的比拼 谁能坚持到最后 谁就有期望获胜 开始 进入一个僵持阶段 滴入死角 回到场地中央 没想到 我们俩死在鹅手上了 以后再次不吃鹅肉了 想不到我一世一鸣 搞了一脸鹅毛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加油 第五局 开车 开车 陈古 黑调整好自己的 thickness 厉害 杉揽 厉害 厉害 millions 将近亚 哈 哈 发生什么事情了 张敬 蔡少芬获胜 欢迎回到我们的博弈区 世事难料 没有想到两个精壮的大男人 最后会因为一只鹅而泪得筋疲力尽 那么分数上面 我们现在也有了一定的呈现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分数 好 蔡少芬张敬121分 鲍磊路易60分 李湘王又能60分 杨云杨威78分 接下来就进入到 今天的老婆加分游戏 今天老婆加分游戏 是体力和智力的一个双重考验 请看这张图 它其实是站起来的 这样好啊 这样好啊 这样特别好 这是一个侧卧的平板支撑 平板支撑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一个锻炼的方式 等一下我们的太太们 会选用这样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坚持的时间越长就有帮助 因为在你坚持的过程当中 我会出一些算术题给你 那么在你自己的坚持的时间里面 答对的题目越多 就越能加更多的分 答对五题拿十分 答对七题拿二十分 答对八题拿三十分 答对十题拿五十分 完了完了完了 对我们给大家几个稍微有代表性的题目 看看等一下的难度会是怎么样 你们可以来估算一下 比如说四十三加一百五十七等于多少 两百 李箱答对两百 哇好棒啊 五十分 我跟你说我答题可以 但是我撑这个不行 好 再来试一道 五十九 加二百四十三 等于多少 三百零二 好李箱又对 哇夏姐好棒 那这样 其实Ada你是不是听广东话的会比较会算一点 对 那等一下呢 如果你要挑战的话 我会请张静用广东话问你 然后你用广东话来答好不好 好 好 现在各位太太们请下分 你能答对五题就十分 答对七题二十分 答对八题三十分 答对十题五十分 我最少的 十分 五题 好 杨云十分 杨云对自己的侧卧平板支撑毫无担忧 但是担心的是算数 我一个都算不出来 因为刚才听到杨威特别真诚的时候 我问他算数怎么样 他说我就知道一加一等于三 跟我平时学的不太一样 好 香香 我想听宝宝了 宝宝 我想听香香的 好 来 你拍的 二十分 二十分 七题 好 宝宝你是想跟我一样 还是说我加了 你要比我多十分 我不要比你加 我说好了 我们要一起的 一起 那你说多少就多少了 好 那我也十分 十分吧 好 十分 十分 二十 二十分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 各位太太能答对多少题了 我们的加分游戏挑战开始 加分游戏 我们从分数第一的先开始挑战 第一个上场的是我们对侧卧平板支撑非常有信心的杨云 但是据说数学是他的人生硬伤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强项加硬伤在一起 他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来准备好 你撑起来我就开始报数了啊 好 我们的规则是腿要直 然后身体要撑起来 一离离我开始算 来 好 开始 43加157等于多少 43加157 五 两 两 再说一个 43加157等于多少 43加157 210 两百零 43加157 给点提示啊 43加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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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7真的等于0吗 3加7是等于0还是等于10呢 等于10 所以呢 是190吗 200 回答正确 加油 865-51等于多少 这倒容易 865-51等于多少 865-51 865-51 5-1等于 5-1等于4 6-5等于 6-5等于1 865-51 9-51 9-51 9-51等于 9-51 10-51 10-52 7-51 5-51 616等于多少 84加516等于多少 84加516 600 好 回答正确 666减44等于多少 666减44 666 666 666减44 622 回答正确 59加243等于多少 59加200 撑不住了 加油加油 最后一题了 只要答对就拿到10分 再说一遍 59加243等于多少 59加3等于 12 5加4等于 5加49 好 9加上刚才12是 243加59 290 290 290 230 230 302 302 回答正确 我快点死了 我怎么那么笨 你的数学真的是吉玉老师教的 你这伤太硬了 你这伤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她坚持了3分18秒 我的天哪 接下来掌声欢迎李湘 香香香上场 人生最紧张的时刻 不要慌 不要慌 冷静 早知我就锻炼一下了 哈哈哈 现在才知道 哈哈哈 来吧来吧 好好好 来来来来 你得起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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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们俩都在等 我等你 我想你说开始 我再起 那我说开始啊 来 李湘 凑过平板之争 算算数题 挑战 开始 请问243加307等于多少 243加307 啊540什么 243加307 600 243加307 650 243加307 550 回答正确 279加601等于多少 200多少 279加601 279加602 279加601 200 200 200 哈哈哈 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撑不起来 真的挺难的 香香答对了一题 她坚持了42秒钟 也很不容易了 作为一个第一次做平板支撑的人 做平板支撑的人 好 抱抱上场 加油抱抱 好来 预备备 挑战 开始 847加110等于 等于957 回答正确 693加30等于 等于723 回答正确 658加162等于 658加162等于 加多少 658加162 658加162等于 658 658加162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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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加162 658加162等于 658加162等于 我不行了 张开 820 820 哈哈哈哈 好 我们抱抱答对了两题 坚持了1分17秒吧 哇 好 Ada要答对7道题目 没错了 佼佼在丢脸 哎呀妈呀 放心吧 好 好,我们接下来会是她的老公来帮她用广东话出题 因为毕竟普通话对她来说再算的话会有难度 预备,开始 43加755 43加755 75,43,79 3加5 798 回答正确 17加673 6,73加67 6,73 17加6,83 680 670 47 20次 17加6,73 17加6,73 4 17加6,73 3加6 3加差并于几 3加7等于0 1,0 1加9 不是… 1加7 1加7,89 88 对了,接着刚才那个0 89 17加673 17加673就是690 推答正确 24加424 24加4 4加48 4加2加2 2加24 对了,44加24 4… 24加424 你读完整段了,不要说这么多 44加多少吧,老公 24加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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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即是其实24加24 你先计算了 24加24 就是48 对了,接着 前面是什么 24加424 24 加424 好,非常难 答对两题 坚持1分44 哈哈哈 哎呀,就你这个字 硬上买胶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 在刚才的答题过程当中 我们的蔡少芬答对了两题 坚持了1分44秒 但是她没有完成自己7题的承诺 所以不能加分 最后,正如您看到的 我们的数学天才 好不好 杨宁拿到了这10分 太难了 但是我们要掌声给我们的太太们 做出了补商 非常不懈的努力 很棒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未到二战 确实刚才的加分游戏比较难 所以最后 只有我们在数学上非常奇彩的 我们的杨宁同学 拿到了这个分数 恭喜你 就是到我们今天 最后一个挑战游戏 这个游戏跟宠物有关系 大家都养过什么宠物 小狗 小狗 狗狗 狗 我养的比较多 鱼 还有乌龟 乌龟 鱼 小兔 小兔子 老鼠 金母鼠 刚才四个家庭都提到了狗狗 大家都养过狗狗 所以今天就没有优势跟劣势这么一分了 关于狗狗有没有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 因为我们是坐电梯下去的嘛 他突然这样进去电梯了 然后我就下去再去找他 然后我还穿着睡衣的 在那个亭佳强疯狂的 妹妹妹 他突然还穿去 还穿在那个底盘下面 我说妹妹你出来 你妹妹 然后这些人就看着我 穿着那个睡衣 伤在那边 这个也太丑了 因为听艾达这样说 我觉得我想起很多 养狗的很难忘的回忆 我们养过一个大型犬 大白熊 真的一百多斤 站起来比路易还高 那个头 那个毛像狮子一样 很漂亮 但是就是遛狗 不是遛狗 是遛人 他遛我 他想去哪我就去哪 真的 他那力气太大 我就直接就 就是摔倒了 我想到有一次 也是我帮我的一个朋友 遛大型犬 然后我就跟着他后面跑 然后那天风雨特别大 然后就听到 有一个路过的路人说 那狗放风筝呢 大家 因为其实那个 生完宝宝以后 就没有再养那种大型犬 对 因为也怕会伤到他或怎么样 但是我以前有养过一只很大的斑点狗 我记得香香我去他们家玩 然后那个时候狗狗刚刚来嘛 香香就是向我们示范他那个训练那个狗狗的那个成绩 印象太深了 就是一直就是乖来坐来坐来坐坐 然后那只狗就满屋子好活泼满屋子 就跑 香香就一直特别耐心地追他坐坐坐坐 然后你开始就跑 香香真的非常耐心坚持了十分钟 就想说一定要在菌菌面前 表示他真的训好了这只狗 后来那个狗真的坐下了 然后香香看看乖吧 然后那个狗一起来 尿了一袋尿 你记得吧 他一直太短地跑 对 太逗了啊 好 杨云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我退役之后杨薇还一直在备战奥运会 不能回家陪我 所以杨两只狗一直在陪伴我 陪伴了我大概有八年的样子 代替了杨薇 八年杨薇都没陪你 没有 他是周一到周六都要训练 只有周日可以回来 所以狗狗周六周日他可以休息下巴 所以呢 说到狗狗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很多故事 因为我们说宠物呢 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陪伴 但是今天呢 我觉得是我们为他而战 我想象当中 应该是游史来最可爱的一个环节 这个游戏的环节呢 名字叫做狗狗 前面的环节叫呃呃呃呃 我们导演组也是不动脑筋不 下面这个环节叫狗狗 我们来看一下狗狗狗的游戏表演 狗狗 狗 人狗竞速 谁是你家 十二只不同品种的狗狗 排列于十八米竞速赛道旁 英雄方与联盟方的老婆 为对方老公挑选看似最能跑的狗 老公与挑出的狗进行赛跑 老公率先过线 方能赢得一分 出展双方交替选择并比拼 六轮过后 分高者获胜 如出现平分 则继续加赛 直到分出胜负 老婆婴的眼力 老公抱的速度 缺一不可哟 那接下来呢就要看你们对自己的信心 和对老公的爆发力的信心 因为这是一段非常短距离的赛跑 那要跑六回给跑废了呀 你老公跑步应该好啊 他跑步最差了 最后一轮的挑战赛 看看谁会是英雄 谁会是联盟 请下分 决定之后 请按确认 杨宇已经下了 爆雷 Ada一直盯着爆雷的分数 好 请亮分 杨宇没错是吧 这是你的分数对不对 就是28分 对吧 好 杨宇笑了28分 剩下三位太太都是0分 就等着我们爆灯嘛 是这样的 陆毅 如果你们没有赢的话 你跟王导肯定今天是垫底 但如果你们赢了 如果你爆灯的话 你就会是第一 诱惑啊 必须得爆灯啊 杜哥那一腿 抵杨宇两个腿 两步 我这个腿型是跑长跑的 其实这个幸运的程度会比较高 你觉得作为上一期垫底的家庭 这一期风向标会不会转向你这儿 会 哇 陆毅 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 你想想第一轮你射箭 被套了 但是没关系 陆毅已经爆灯 现在他下了60分 于是英雄就变成了陆毅跟爆磊 如何评价刚才陆毅的行为 就是我觉得现在应该给自己信心吧 对 现在就看杨威跟张景 因为你们俩的分数都比陆毅高 如果你们有信心参赛 并且获得冠军 也可以爆灯 老公你觉得你跑得怎么样 你还有体力吗 我体力可以 我有体力 但是很重要的因素在狗上面 我想问一下那个 就是终点有他们训狗师在哪 有 有主人 有主人在对面等他 有主人在 但是你的对面也有你老婆 你很好 何老师 沈先生你觉得怎么样 我现在是最高分嘛 对 121分 我 没所谓 老公你决定 我觉得没所谓 最后一次啊 最后一次几个 我想说一下 我今天这一期 有可能是我在最后 这个为他而战的最后一期 我要爆的话 就秉承了我一贯的风格 就是不做冠军就做最后 我跟我太太都应该是这样的性格 也是把命运交给自己吧 太帅了 太帅了 对啊 而且我觉得 佳妍有个选择 因为艾达来了几期了 上面两期他都是倒数第一 是 我有一种预感 艾达和张晋会成为本场的冠军 陆毅 你说什么 我们刚才也说了 杨威也可能是为他而战来的最后一期 最后一游戏 有道理 杨威 你要不要再比一次 我无所谓 这关键跟狗比 对 关键跟狗比 杨威从器材控 现在变成了觉得跟狗跑 没什么可跑 所以三位 你们决定派谁出战 老公决定 我虽然腿比狗长 但是我腿比狗长 我腿不是很长 我腿比狗长 不是 我的腿比狗腿长 但是我的腿没有狗腿多 经过了一番肢体的比较之后 现在你们三位 现在太太们把权力交给你们 你们三位决定由谁出战 反正我个人觉得 不是 我也可以上 但是我觉得腿长占便宜 这是我的想法 那个陆毅你觉得谁上 你的上 我上是可以啊 没问题啊 王导觉得陆毅腿长可以上 陆毅觉得他自己可以没问题 我也觉得也OK 现在是这么一个格局 对 我跟杨威觉得都没问题 对 因为18米的这个爆发力 就是一个起步 你们俩石头剪刀布吧 陆毅和杨威 好不好 对 赢得上好吗 赢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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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丁可 哎呦 赢了 你上 好 陆毅出战 好 这位现在的英雄方 是蔡少芬 张静 而联盟方呢 鲍磊 陆毅 李湘 王月伦 杨云 杨威 经过了非常严肃的 翠丁可的方式决定 由鲍磊 陆毅出战 各位 狗狗狗 为他而战吧 终极挑战 欢迎两位 终极挑战 欢迎两位 好 联盟方 英雄方 接下来的比赛呢 其实 所有的老公只需要做到一点 就是拼命地奔跑就好了 对 同时也跟狗本身的状态 也会有关系 太有关了 重点是在于 对方的太太 如何来为另外的老公 来选择要比赛的对象 究竟是什么样的狗狗 好的 首先 由英雄方来决定 你们谁先跑 你想先选吗 皇后 先选吧 你先选狗给对手 好 那就是陆毅先跑 陆毅先跑 你先选 好的 陆毅 请去网 准备 我来跟你说 下面 下面有请我们本场的 狗狗运动员 进场 一根机 好厉害 还有一个小狗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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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各位所看到的 一共有 十二名狗狗运动员 他们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他们不同的品种 来自不同的国家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热爱奔跑 这场每天都怎么样 就杜毅热 那个奔狗 还不就是 虾皮狗 十号 虾皮狗肯定跑不过人 十号有点跑不上来了 就算他全力跑也跑不过人 来 艾达 下面 你可以来到这条跑道 我不能摸他们的腿 你不能够跟他们产生任何的接触 哈喽 你们谁跑得快啊 你好吗 你快吗 你喜欢跑吗 黑白的那个 黑白啊 他 黑白的那个 哪一个是叫黑白 这个也是黑白 有名叫黑白 这是边木 好吧 你吧 黑白 确定了吗 好吧 是不是他 真的 就是你了 好 来 艾达已经选择完毕 艾达请回位 选择的是三号狗狗 有请狗狗逼动员 来 去往起跑区 哇 这狗一定跑得很快 我看他在主人拿了个飞碟 他飞碟动作追上 那肯定我跑不过他 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 好的 陆毅 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加油 人狗赛跑 第一局 三 二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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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脱写完毅剑 好慢 超快 海滚获胜 根本跑不过他 说了吗 我们虽然腿长 但是比他少两条 对 我如果四条这样的腿 肯定就比他快了 对 好 OK 好 第一局路易失败 下面马上开始第二局了 张静已经到位 来 报了 请选择一个品种 小哈士奇 就是他 你确定了吗 小哈士奇 对 爸爸下决定非常快 他选择的是一号 哈士奇狗狗 来 请就位 第二局 三 二 一 GO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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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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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头阳 金毛对不对 对 我看这里很久了 来 艾达 请回位 金毛运动员 请就位 选择的是11号哥哥 这是金毛犬 你是人吗 你是这样子吗 准备 我们希望陆毅在这局里面 能够创造 我们人类的奇迹 加油 老公 加油 3 狗狗 加油 狗狗 加油 谁啊 谁啊 好像差不多 好像一样 回看 回看 谁更快 差不多 我感觉 你看那个狗跑得真快 路易是在用生命在奔跑 骂你一个猫 路易 路易 你先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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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狗都过上 他进去了 路易先踩到了 路易先踩到了 狗狗 路易先踩到了 路易先踩到了 谁啊 路易先踩到了 路易先踩到了 对 我真的是狗跑 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 在这局的判定 能够是路易获胜 因为路易的脚的的确确是 过线以后先踩地 但是真正的比赛当中 是一定按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 先过线 我们还是要判定 路易获胜 路易获胜 距离力争 狗狗获胜 目前 比赛是2比0 没事 距离加油 距离加油 哪都是说 还是身体 身体先 希望路易能够接下来 继续加油 对 来 将近 上 上 我要选5号 5号 因为我觉得他跟主人很黏 很亲主人的 所以就靠你 抱抱已经确定了吧 好的 确定 加油 加油 好球 小狗 小狗可快了 我觉得他慢 小狗特别快 小狗比大狗都快 好的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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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住了 盖住了 挡住了 哇 老公 张静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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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 再次跑赢了狗狗运动员 Ada 你好会选狗啊 你可选一个跑慢点的吧 我 我选你吧 不是你 对不起 我甩你的狗 对不起啊 我不是甩你 你的狗 选择的是这只 奶油色的喇叭 跟猫猫很喜欢跑的 一看就是能跑的 路易 做好准备 路易 加油 为路易 加油 加油 为路易 加油 加油 三 二 一 Go 小猫快 快了 好快 厉害 哇 还有 对啊 哇 哇 哇 我跑到后来我就知道肯定追不上 太快了 他们过来了 爸爸 爸爸 说得一道理 选狗 爸爸 就平了 我选的狗都那么不厉害 选个大的主意吧 二 二号 二号 快进 请就位 我转发一条腿短了 来 请准备 三 二 一 Go 又是你快啊 加紧带着过车 快快快 来啊 喝口水 喝口水 我又选狗了 没有快狗了 发护 太厉害了 太猛了 你别这么凶吧 好不好 你过来 转过来 哈喽 哈喽 好吧 你上吧 选他 四号狗狗运动员 请就位 这不可能快吧 那就是啊 加油 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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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路易 加油 三 路易 加油 二 一 Go 哦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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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输的 哈哈哈 哇 真的 我比的都是好狗啊 哇 太狗怪了吧 天哪 想不到 那么小的狗啊 想不到 抱你上 再跑 来来把那个大黑狗选了 黑狗 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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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黑的吧 黑的好吗 基本上我们也无力回天了 所以呢我就不选这个看似很厉害的了 我要选这个小斗牛6 谁啊 小斗牛6号 对我们今天都来腿短的 是不是选那个 是不是 选8号 是不是 选那个8号 8号 8号 是不是 8号 8号 6 还是6 哇 斗牛厉害 这是一只可爱的 斗牛非常厉害 斗牛犬 哇他很快的老公 小心小心 3 2 1 GO 1 2 2 3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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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5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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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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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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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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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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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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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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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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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 9 9 10 好 兄弟 老闆随时联系啊 往下开心点啊 继续 走走走 好和谐哦 多和谐的话 小龙虾 说不定是剥小龙虾 然后我们吃掉了 然后不给吃 不给吃 每个人都流着口水 这啥 开门啊 欢迎大家来到为他而战 夏日清凉大作战 她是一个特别稳重的女人 你有意见吗 没有 我什么事情问桑桑就可以了 家里的事你做主 我就知道你这样的 她说什么你就照反了做 一定是最安全的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出卖我的 赢的就是实力的体现 输的就是失误 说不如行动吧 那就玩吧好不好 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椰子 新鲜面膜 感谢东风标志408 感谢简法做大学 感谢宝信上屏 您可以上首期百度搜索 为他而战 冠军明星夫妻周一见 登陆猫孔网 了解明星夫妻最新动态 欢迎登陆天涯社区 参与节目话题讨论 参与为他而战话题互动 为您喜爱的明星夫妻投票 新浪微博 周一见 她是别人有心多福在你手下 你要用你一身加倍照顾 对待苦过去都要投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